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js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基于这个ExpressMogoDB的这个商品管理系统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登录功能 那在上一讲的话 我们给大家首先搭建了我们这个框架 其次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实现了 就是实现了我们这个静态页面 静态页面的一个展示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边输入Longin 是不是一个Longin页面 如果我输入一个叫Product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列表页面 包括增加商品 商品列表 是不是就实现了我们这个静态 静态页面什么功能 那下面的话 我们要实现这个业务逻辑 就是当我这里边 当我默认情况下 我这里边这个Product页面 我是进不去的 我需要登录以后 就是我必须得通过我们这个Longin页面 登录以后 我才能进入到其他页面 那登录的话 我们这里边 你首先输入用户名密码 输入以后 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查询 看一下我们数据库里边 有没有这个用户 如果有 并且用户名密码对 那这时候我才让它登录成功 那行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是不是又要用到我们这个数据库 所以下面的话 用到我们这个数据库 我们首先得 得启动我们这个MogoDB服务 那你看下 我在这里边已经启动了 我这个MogoDB的服务 启动了以后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连一下数据库 是吧 Mogo连接我们数据库 连上以后 我售一个DBS 售一个DBS 我们看这里边有哪些数据库 走一下 你发现有这么多库 对吧 这么多数据库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部表 对吧 或者上部数据库 或者是我们再新建一个商品数据库 新建个商品数据库 那怎么新建数据库还记得吧 我们ulc一下 ulc一下 这个pr prodocit prodocit 我新建个就是use一下product manager use以后 那这里边的话 他还没有给我们创建这个数据库 要让他创建的话 我们以前是把db点谁呢 设备一个集合名车 也叫表名 我们这里边有个user表.insert 是不是插入一条数据啊 插入谁呢 那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插入一个信息叫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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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等于一个 我们叫admy 然后这里边有passwd password 他等于一个123456啊 等于我们这里边的密码我们先用明文重处啊 正常情况我们这个密码都得加密啊 然后这里边再来个状态 但是我们这个增加数据增加这个用户数据我们回头其实也正常应该写到后台管理系统里边啊 先走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创建成功没有啊 那这是我们售一个什么呢 c-l-e-c-t-o-n-s 下边的话我们就要实现啊登录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数据库啊 在我们这个数据库啊 是不是错味的啊 我们让这个登录的框框往右来一下 那你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的话啊 我找到login.css 那就在我们这里边找到这里边的login.css 找到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首先的话 btn 我让他float一个right 然后这里边还有testfloat一个left啊 回头描一下就知道了 来刷一下 OK的 那这样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以后 那下边的话 我们这里边输入信息以后啊 我们是不是要点登录 点登录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信息post到一个地址啊 我们要在这个地址里边是不是进行查询数据 看有没有数据 如果有数据的话啊 并且啊 他这个数据和我们这里边的信息贴下的一样 那我们就登录成功 那行 那下面我们实现这功能啊 那首先的话 我们还是找到我们这个 找到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页面啊 仔细看了 啊 登录 登录的话 那我们看这里边有没有form表单啊 你发现这里边是有form表单的 对吧 有form表单 有form表单 那我们要啊 有个action 对吧 ACTOaction 我们提交的地址是什么东西 action的话 那我们提交到哪呢 我们提交到斜杆是个do login啊 读login这个地址 并且我们要指定他的一个啊 提交的方式是吧 post啊 post 然后下边的话 我们改一下这里边的名字啊 仔细看 然后这里边type等于txt 啊 test文本 然后这里边的话 那一定要注意我们提交数据是不是要给他定一个name啊 name等于user name user name 那同理下边的话啊 我们要在后台接收到他这个数据 那我这里边name等于一个password pssword啊 pssword 行 那这个文本框改好 改好以后啊 改好以后呢 下边我们再继续这里边用户名啊 密码 然后下边的话 登录 登录的话 submit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以后 那你要像这个地址post数据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 要再新建一个路由啊 那仔细看了 那我再在我这个app.js里边新建这个路由啊 等我们歇啊 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为了给他列习 我们就全部歇写到这啊 回头我们要进行单板分离的啊 然后这里边有个多浪给的吧 多浪给 行 那这里边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改成posta啊 这叫获取是吧 提交的数据啊 获取 获取 获取登录 登录提交数据啊 登录提交的数据 那我们怎么获取这个表单里边的数据呢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可以用 我们学过的这个body parser这个模块 body parser这个模块 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学过一个中介界 对吧 行 那忘记的话 我们再带家带带大家来一下啊 来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获取数据的这个模块怎么用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首先打开npmgs.com 然后在这里边搜索一个body parser 这个模块可以获取我们这个form表单提交的数据啊 当然我们回头上传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用的又不是这个模块了 我们先用我们学过的模块给大家做啊 那首先第一步还记得干啥啊 提交的数据 比如以后呢 下面的话啊 那我们还要干啥呢 我们是不是要设置我们这个中级键 设置中级键的话 那你就把它这两句话拿过去啊 一个是接收我们这个 呃 接受一个json数据 一个是form表代提交过来的数据啊 行 那你拿一下 走一下啊 这是固定的啊 公式啊 你就把它当做公式对吧 用我们这个body parser就这样去用啊 这叫设置body parser中级键啊 行 那这样经历这么三步以后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body parser 某块啊 来获取我们这个post的提交数据 那怎么获取这个数据呢 仔细看 那我们获取数据的话 我们就通过iq iq.body body.log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取就是iq.body 就可以获取post提交的数据啊 那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 这叫获取post提交的数据啊 仔细看一下啊 那这时候我们重启一下一定要注意啊 来啊 当我提交的时候 你这时候看控制台啊 仔细看了啊 你这时候要看一下控制台 因为我们是不是在控制台里边打印出我们这个提交数据啊 仔细看 我这边刷新一下 然后这里边输入一个enemy 然后写个1234点击登录啊 那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打印出来啊 是不是已经接收到了我们刚才提交的数据啊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dolonging 那接收到以后 那下面我们要干啥操作呢 下边啊 就是第一步要获取数据啊 获取数据 获取以后第二步我们要干啥 是不是从数据库判断有没有这个用户啊 啊 就是第二步就是联接数据库查询数据啊 联接数据库 联接数据库查询数据啊 联接数据 行 那要用到我们这个mogo db数据库 那至少我们又要干啥呢 是不是要安装我们这个mogo db的模块啊 那行 那我们再给大家打开再给他来一下啊 啊 使用mogo db还记得怎么用吗 啊 我们首先要用我们这个mogo db 我们是把首先安装我们这个mogo db服务啊 安装我们这个mogo db的模块啊 不叫服务啊 我们首先要安装mogo db 安装完成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他官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官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代码啊 来 联接数据库进行操作 我把这个地址复制给大家啊 行 那下面我们就直接来了 那首先第一步安装它 那安装的话 我就首先进入到我这个目录 那这里边首先打开cmd 打开cmd以后 我cd到cd到我们这个对应的目录啊 cd到我们这个对应的目录啊 cd过去以后 你发现不同盘幅直接切换 我们是不是直接一个盘幅 冒号啊 就切换过去了 切换过去我cd点点杆 那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要安装我们这个mogodb的模块啊 要用到必须得安装cnpm installinstl installmogodb-go-sale 行 那这时候他就开始安装我们这个mogodb的模块啊 就是连接数据库模块 那他安装的时候 那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我们再继续支架 支架什么呢 叫 呃 post啊 post 或取post 给大家备注一下啊 其实st 那行 行 下面的话 我们连接数据库啊 就是数据库操作 数据库操作 那数据库操作 那首先第一步安装 我们刚才已经安装了 安装完成以后 第二步啊 那你 如果记得的话 你就直接一点点来 如果不记得的话 是不是可以复制啊 那行啊 那我们 我们就一点点来也行啊 那你看一下 你首先啊 首先就是要用数据库 首先第一步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引入我们这个猫狗DB 为了一个猫狗快的等于 iq 雷块 雷块 我们这个 猫狗 猫狗 猫狗DB 啊 你看下他这里边是不是叫猫狗DB啊 是叫猫狗DB 那你就引入这个猫狗DB 引入猫狗DB 下边的水呢 一定要注意 他下边有个猫狗 cliad 我们得引入他 引入以后 这是第一个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猫狗 这个对象 那第二步的话啊 我们再定义一个叫 db db url 也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的连接地址 数据库连接地址 你忘记 忘记了这个数据库连接地址 怎么弄来着 还记得吧 我们可以 你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结束掉 结束掉以后 你就在这里边输入 mo1jo mo1jo 走 那这时候 你看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就有一个数据 啊 那同理 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啊 简单些 你也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两个是一样的 仔细看 仔细看 然后这里边要注意 后边把谁加上去呢 把我们这里边这个数据库名称 加上去 数据库名称 加上去 那我们这里边的数据库名称 用谁呢 大家看一下 刚才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库 我们用的是这个 product manager 对吧 所以 我们这时候的话 你这个库就叫P-R-O-D-O-C-T-M-A-N-A-G product manager 我们要使用这个数据库啊 就是连接数据库啊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数据库还没有加密啊 回头你连接的时候 我们正常情况还需要加密 那个的话 我们在后边的这个项目里边给大家讲啊 行 那这样就OK了啊 基本就OK了 OK以后 那下面我们看啊 怎么用啊 那到我们这个登录啊 读Longing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首先要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啊 查询数据 那你仔细看啊 我首先啊 查询数据我们首先的连接数据库就通过moguclite.conect 连接数据库啊 然后这里边有个db什么呢 db ur 还记得吧 然后有个function 方声 然后这里边有个回调函数 一个是er 一个是db 如果失败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数据库连接失败啊 就数据库连接失败 那这里边retort一下 返回 那else是不是就成功啊 成功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查询数据啊 查询数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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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记得怎么查询这个数据吧 我先就是把我们这个用户表里边所有数据都查到啊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查 啊 我们查询数据 我们这样看到 你看 我这ver一个iesult 等于是呢 等于我们这个db.collectio collection collection 谁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集合名称啊 我们要查询哪个表 是不是user表.find啊 那这样是不是就查询了所有数据 查询了所有数据啊 那这时候你拿到的数据不是我们对应的一个真正的数据啊 你要 你要获取这个数据 你需要别例我们这个result 对吧 别例result 还记得叫啥呢 我们以前是不是学过一个叫each的方法 each方法来别例我们这个数据 行 那我们给大家试一下each 那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另一种方法啊 那我们敲一下 就是通过result.each each 然后这里边有个function function 然后这里边也有个失败的错误信息 error or 然后还有个doc 那下面的话 啊 错误信息 我就不判断了啊 你也可以判断一下 那就判断如果 还是判断一下啊 就是如果er or 那比较失败 失败 我打印出失败信息 打印出失败信息 else 是不是要获取数据啊 获取数据 那就判断了 if 谁呢 是不是 doc 不等于nur 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从起来 那我这里边 是不是以前定义了一个list list等于个空数组 然后我们给这个list里边 是吧 . posh push 我们这个doc啊 这是以前给大家讲的方法 对吧 l4啊 表示数据 凶环完成 凶环完成 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印出我们这个list啊 那这时候list.log一下 那仔细看啊 但是这里边我还没有没有写我们这个查询条件啊 我只是在这个 do login 的时候 我们是吧 没有传条件查询了一把数据库 我们看一下 我们那个用户信息能不能打印出来啊 这就是以前给大家教这种方法 但是这时候我们还要db.clclose close 关闭数据库啊 行 那这是我们运行啊 给大家看效果啊 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那我们这时候在啊 当然都浪运 我们重新来啊 这里边啊 然后输入 enemy 随便输啊 点登录 走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拿到数据啊 哎 大家会发现是不是就拿到了我们这个数据啊 上面这个是我们 上面这个是我们在这获取的啊 实在是获取的啊 下面这就是我们啊 是我们数据库获取的这个用户信息啊 行 这样的话 你别离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呢 那回头啊 回头 你是不是把这个条件传进去就ok啊 那下面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另一种方法 那我把这个就删掉了 这个是我们以前给大家讲的啊 变类 我们这个数据的方法 那下面我们再看另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的话 那就简单了啊 你这时候直接可以通过 result.to 啊啊 to array 然后这里边 有个回调函数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再继续写这里边有个回调函数 然后回调函数里边这里边有个er 然后有个啊 有个er 有个什么呢 有个data啊 那这个data其实他就是他已经拿到的 你看一下 我们只要在这里边拿到这个data 那这就是我们数据库的这个数据啊 啊 这是一种啊 另一种别类别类数据的方法啊 别类数据 别类数据的一个种方法啊 另一种别类数据的方法啊 行 那这种方法是不是比他官方文道提供的那种方式 是不是简单一些啊 啊 比他这个官方文道提供的那种方法简单一些啊 行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拿到这个数据啊 来重新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以后 重新运行以后 那我们看一下啊 能不能拿到数据 然后同类我这边loginlogin 这里边输入enemy 然后输入123456点击登录 啊 那我们看一下控制台有没有拿到数据啊 有没有拿到数据控制台 仔细看 比控制台 是不是也拿到了这个数据啊 啊 也拿到这个数据啊 没有问题 那下边的话 我们就要真正的做我们这个登录了啊 真正做登录的话 那要怎么做呢啊 当然这里边还要关闭数据啊 来db. clos close 关闭一下啊 真正要做我们这个登录呢 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在数据库里边 也就是在我们这里边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再重新来一下 那在哪呢 在这啊 连接上以后 我用字一下 p-r-o-d-o-c-t product m-a-m-a-n-a-g-e 啊 product manager 然后收一个 selections啊 然后db.user.find啊 仔细看啊 db.user.find f-i-f-i-n-d 啊 来看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一个user name等于enemy和password等于123456啊 所以你登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在数据库里边查询 你看有没有你这里边给我提交过来的用户名和密码啊 那查询的话啊 你回头注意观察的话 你看一下啊 注意观察的话 大家会发现 那这里边他获取的这个iq.body是个啥东西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么个数据啊 iq.body 是不是就是这么个数据啊 啊 就等于我们这么个数据 对吧 那一种方法是你直接这样写啊 你看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 就是你这里边再写啊 什么 user name 等于谁呢 等于是吧 等于这里边 iq.body 点谁啊 是不是 user name 啊 啊 然后这里边要注意 你还要慢慢的拼接 iq.body.user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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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u s e r n m e 并且谁呢 并且他这个password 对吧 p a p a s w r d 等于谁呢 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个 iq.body.password 啊 这个一个能力解啊 这很简单 对吧 就是你啊 获取我们这个数据以后 是不是从数据处查 那其实你看一下啊 其实你这句话啊 和哪句话一样 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这里边简单其解 你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写谁呢 啊 把这个放到这啊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写我们这个 iq.body啊 啊 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查询我们这里边提交过来的数据 那行 那就是我们看能不能查到 来重新运行一下 啊 看能不能登录成功啊 那我们怎么判断它登录没登录成功呢啊 啊 如果你没有数据它这里边data 是不是应该它的这个数组的长度应该是 应该是小于1的 对吧 如果data.less 你看一下 如果data.less 大于0 是表示有数据 有数据是表示登录成功 那我就console.log一下 console.log一下 是不是叫登录成功 自己看啊 登录成功 那else 是不是一个什么呢 啊 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后台none.js里边 没发alert啊 所以你先就这样调啊 当然如果要alert 你需要什么呢 输出我们这个alert啊 这里边叫登录失败 行 仔细看啊 重新运行一下 仔细看了啊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登录 登录 登录这里边 我们输入一个错误的啊 比如叫admin 就随便写123点击登录 走 是不是一个登录失败啊 那因为你数据库里边是不是查不到我们这个数据啊 那如果你看啊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正确的啊 当然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他这个卡死了 对吧 我们再刷新一下 然后输入123456点击登录 看到了吗 是不是就登录成功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登录页面的一个判断操作啊 就是你这里边相当于是不是从数据库查数据啊 根据什么条件查呢 根据啊 这里边传过来的用户免合密码看数据库里边有没有和他匹配的 如果有登录成功 没有 是不是登录失败啊 那行 那登录成功以后啊 那我们要看做什么操作啊 登录失败的话 那我们知道 如果登录失败 那我这里边是不是让他返回到谁呢 你看他这里边是不是一直 其实他这里边一直是请求谁呢 请求我们这个do long in 这个 这个路由没有给他做任何的响应 对吧 所以他就卡死到这了 那如果这里边啊 你看他接收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我们让他谈出错误信息啊 怎么谈呢 你看啊 我就通过ries.1个 比如说叫end啊 我们就叫end end 然后这里边写一个 script标签 s-e-r-i-p-t 啊 就输出一个script标签 对吧 然后这里边写个a-l-e-r-t alert 稍等一下 这里边怎么变成瘸角了呢 a-l-e-r-t 啊 alert 谁呢 alert 一个叫登录 登录失败 一定要注意这个单引号 刷引号啊 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以后 那我是不是要返回到我们这个login面 那我要location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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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 hif 等于谁呢 我们是不是要他跳到我们这个login面 所以我鞋杆 login 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加鞋杆 加鞋杆 它相对于我们这个根目录啊 相对于我们这里边的根 再跳到我们这个login面 对不对啊 那这时候我们看 对不对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单引号和双引号 对吧 外边双引号 里边用单引号 不然你是不是要用转移字符啊 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一个 啊 是不是表示我们给 页面上输出这么一句话 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啊 那如果登录成功的话啊 这是登录失败 如果登录成功 我们需要做啥操作呢 登录成功 我是不是要跳转到我们这个商品管理的后台 就是我们要跳到哪呢 跳到这个product 是吧 是product的页面啊 那行 那你看一下啊 如果登录成功 那跳转怎么跳转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 is.redirect 啊 然后跳转 啊 登录成功 直接跳转啊 当然你也可以有个中间的成功的页面啊 只要跳转到我们这个商品列表 登录成功 跳转到商品列表 行 那这时候我们再运行啊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成功没成功啊 走一下 仔细看啊 我们这时候我们返回到我们这个login页面啊 稍等一下 我们输入login啊 输入这个login 走 login 没问题 对吧 那这是我们先输入一个错误的 比如enemy啊 然后2345 对吧 345 走 是不是给我返回一个这么个信息 当然这个信息的话 乱码了 对吧 我先不用管他 我直接确定是不是跳回来了 登录 啊 是吧 跳转到我们这个login 然后这里边弹出一个信息 确定是不是又返回了 那行 那这里边乱码是因为啥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要给他设置一个响应头啊 那设置响应头 那我是复制呢 还是复制一下啊 第一讲句讲过 对吧 我们通过is.right这个hand 对吧 righthand 哎 不对啊 我们这里边我们用的是谁呢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and 对吧 我们在这个express里边是不是有个set的方法啊 set 他是不是处理这个响应了 啊 就是已经给我们把这个响应头解决了 对吧 那行 我们用set的方法啊 行啊 忘了 对吧 来 重新来一下 这里边输入个enemy 然后1234点击登录 登录 登录失败 对吧 这时候就ok了 点击确定 哎 返回到我们这个页面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输入一个正确的enemy 123456点击登录 走 是不是跳转到我们这个product的页面了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逻辑就实现了啊 大家再仔细做梦一下 啊 就是你首先获取表达提交过来的数据 获取以后我们从数据库里边要查询数据 查询完这个以后 我们判断有没有这个数据 对吧 如果有 表示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我是不跳转 啊 如果没有 登录失败 我是不给他打一个失败的信息 然后让他返回呀 行 这就是我们这个登录逻辑啊 但是这里边还有问题 我们再一点点解决啊 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想的是你如果没有登录啊 没有登录以后啊 你没有登录以后 就是没有登录的时候 我们不能让你进这个页面啊 你看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他登录没登录 你看我关闭 我再打开 我是不一直可以进普特尔的页面啊 一直可以进啊 我们想的是你只有登录以后 就你在这里边只有登录成功以后 你才可以跳到我们这个 普尔大哥的页面 并且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边把你的这个用户名给你写示出来啊 而且还有退出登录 对吧 行 那这个的话 我们放到下一讲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决线的判断啊 决线的判断啊 让我带集编宝的身边 discipl quelque ox上的阻碍和调制